今年是龙年 龙元素不仅带来了消费热潮 也引领了一波文化热潮 很多设计师和商家通过新设计新表达 把龙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 龙元素到底都出现在了哪些地方 马上跟随我们到各地开始一场巡龙之旅 我们先到浙江泰州黄岩老城区的灯会上去找找看 黄岩灯会以大过龙年 千年有名 宋运文化为主题 数千盏宋氏宫灯将有千年历史的五洞桥老城区 打造成了春节期间的打卡潮流地 最抢眼的就是场地上龙元素的设计 中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龙的一个头 就是把它做成灯 然后主要的元素是从中国传统年画 还有像皮影戏 然后它是一个得到年轻的喜欢的一个造型 它相对就是不是很传统 它会抽象一点 设计师利用五洞桥的造型 在桥上串联起彩灯带 让整座古桥犹如一条游走在水上的龙 桥头一端的大型龙船灯 在现场是大家合影留念的热门场地 这组灯的创意则来自宋代的一张龙舟水墨画 这一张水墨画 中国画没有颜色 然后用大型灯的一种形式呈现在大家这个面前 让更多的了解 一个是它的民俗的文化 第二个它的记忆 经过设计师的巧思和传统彩灯记忆的制作 一张送画龙舟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除了古画 剪纸 瓷器 服饰文样 壁画等 都是它们设计龙造型的灵感来源